哈喽大家好我是怪宇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勇士内线补强的选项 7号和14号签应该不会交易 那么要是说错了地方 还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荆州勇士本赛季虽然早早的结束了赛季 但是随着Kari打出了一个经典的赛季 荣誉为本赛季得分王 因此管理层公开承认 欠Kari一个赢球的机会 勇士管理层也下定决心 给Kari打造一组争冠阵容 勇士第一的前景还是很让人看好的 除了是Kari证明了 他依旧是能左右比赛的超距 最主要的是下个赛季 Klay Thompson的回归 勇士又被大家认为系之冠军球队 本赛季的勇士的确凸显了很多的问题 球赛期很多球迷也是在期待 勇士能够在夏天补强阵容 很多球迷都是在想着如何去交易 用保文贝老哥Wiggins James Wiseman和索隆谦 换取一个全明星球员来 但是根据目前所看到的消息 勇士管理层的想法 似乎和球迷不大相同 而且从最近勇士的操作来看 勇士本赛季的规划 似乎有点眉目了 要了解勇士接下来的操作 或许可以从最近的教练组更替来看出端倪 勇士最近是接连拿下 Kenny Atkinson Lea Meloyevich和Jama Malalela等教练 从这些教练的执教风格来看 共同点都是一些养成能力 有口碑的教练 也就是说勇士新赛季 就是想要去培养年轻人 特别是Kenny Atkinson 无论是在篮网 还是本赛季的快船队 他在培养年轻人上面真的是有一套 都是能够把球员的特点发挥出来 拉网斯系的D'Angelo Russell Jarrett Allen Spencer De Windy Lea Vert和这个赛季快船的Terence Mann等球员 而Jama Malalela 他之前是猛龙的球员发展教练 我相信洛权秀的Fred Van Vliet 前几季进步非常多的Pascal Siakam 就是对于他养成功力最直接的说明 而Dia Meloyevich这个部分我想多聊一点 我们都知道James Wiseman的天赋无庸置疑 不过他的基础甚至是对于中锋位置的一些观念 这个是有明显的不足 而Dia Meloyevich这名教练就在欧陆职业联赛带出多名中锋 包括本季MVP约老师都曾被他带过 不过这也不代表他的加入会让Wiseman 立马己身成为联盟前段班的中锋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他的家门 无论如何都是会给Wiseman的成长提供一定的帮助 其实也不用Wiseman立马兑现天赋 但是只要他进步一点点 加上身体天赋也足以帮助勇士提高不少的战力 而之前勇士老板Lekop也表示 勇士除了要考虑现在未来也是要兼顾的部分 毕竟目前勇士的阵容想要再次夺冠 要么就是交易来一个顶级球星 或者吃新秀红利 好比如本赛季的太阳队 勇士队内其实有不少的年轻天赋 比如James Wiseman Jordan Poole Eric Pascal 而且球迷别忘了勇士目前也是握有 今年两个索轮选秀签 作为选秀大年 我相信7号和14号签 应该可以给勇士选到非常优质的天赋或战力 如果这些天赋能兑现 甚至说能兑现一半 我相信勇士的战力绝对能跳列至联盟前段班水平 而刚才也说了教练组的更替 都是养成能力非常优秀的教练 因此勇士7号和14号签应该是不会交易了 毕竟勇士薪资空间基本琐死 没有办法承担高薪合约 选秀签留着自己用 从薪资角度来说会是比较合理的选项 说到薪资很多勇士球迷一直关心是否留队的Kelly Oubry 我自己的看法应该是大概率不会留了 而勇士下个赛季能走多远 我个人觉得Wiseman将会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就像老Thompson说的 如果下个赛季Wiseman可以达到如今Aton的高度 那么勇士就是冠军球队 这句话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真的没有说错 毕竟勇士最大的问题除了是球员太年轻 战术执行能力缺缺磨练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内线的部分 那么勇士内线补强的选择有哪些呢 首先就是最近传得非常火的Marcasual 之所以会传得这么厉害除了是Marcasual公开表明想加入勇士或狼王其中之一 更主要的是他还公开表明不满在胡人的角色 且表示下个赛季不会回归胡人 不过Marcasual的合约我看了 和胡人签的是两年合同 并且下个赛季是没有球员或球队选项 因此Marcasual要离开其实胡人是更占据主动权的 在处理Marcasual的部分胡人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下个赛季尝试与他修复关系 让他毁心转意 不过这个我个人是觉得可能性非常低 因此就只剩下买断的选项 为什么我个人也觉得交易的可能性低呢 虽然Marcasual的防守经验相当丰富 却有一定的三分能力和撑影能力 不过毕竟年龄摆在那边 横移速度严重退化 即使进行交易 交易过来的对象是否能帮助胡人走得更远 这个可能性不会很高 而且胡人已经明确表示将以皇上和AD进行阵容组件 因此Marcasual如果换不来胡人需要的球员 方舍买断对于胡人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那么如果真的是买断了 并且有意愿加入勇士 那么勇士阵容真的能拥有Marcasual吗 其实还真的是可以的 狼王队虽然也有一定的机会迎来Marcasual的加盟 但是相比勇士 我个人是觉得勇士的机会比较大 因为从战术体系方面来说 勇士的打法更符合Gasual的技术包 且是他喜欢的打球方式 就像刚才提到的Marcasual的防守非常好 尤其是在防守技术型中锋 当然如果是被后卫拉出来点名的话 那就是真的会出现一点漏洞 没办法啦 毕竟年龄摆在那边 他能投三分有很好的侧应能力 也就是说Dramon Green的组织工作相对减轻 再加上他的三分能力的确足以造成威胁 勇士的进攻空间会更多 而勇士的战术多数都是无球跑位 空间多了 不管是Carrie或是Clay Thompson都能打出来了 也正因如此 Gasual的加盟会解放更强大的Carrie和Clay Thompson 而且Gasual加盟勇士 他可以打James Wiseman的替补 帮助提点Wiseman 甚至关键的时候勇士会有更多的战术选择 不过或许就会有球迷在担心 因为勇士的薪资空间基本缩死 Gasual是否愿意底心加盟呢 我个人的看法 Gasual和胡仁签的也是底心 勇士作为他心意的球队 底心加盟应该是没问题 而除了Gasual Kevin Love也是勇士内线补强的选择之一 NBA全联盟都知道Kevin Love在骑士队过得不愉快 并且他们预测Love很快就会和骑士达成买断协议 变成完全自由球员 虽然Love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期 并且这几年深受伤病的困扰 可是Love仍然能为球队做出贡献 成为争贯球队的重要一员 Love非常适合现代小球时代的打法 他有内线进攻技术 能抢篮板 而且他有一手不错的三分能力 基本上我自己的看法 他进攻端除了蹭影方面 Gasual能做的他也能做 同样的他的三分能力 可以为球队拉开场上空间 也就是勇士解放更强大的 Carrie和Clay Thompson所需要的 但是防守不是Love的特长 不管是防内线还是外线都是如此 他在场上面对小哥后卫时 Love就会暴露出脚下慢 防不出来的漏洞属性 这个刚才也有提到 就是Margazual也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勇士正中有Dramon Green 除地整体防守一四强 通过团队的协作完全可以弥补上这一点 不过同样的 考虑勇士的薪制空间没有多少的情况下 Love是否愿意底薪加盟 这个真的不好说 而且Love是否愿意接受打替补 或是假星先发这个也是现在无法确定的 所以综合来看 我个人是觉得Margazual是勇士最好的选择 当然没有贬低Love的意思 不过还是我自己的看法 Love或许更适合篮网 胡人甚至是热火将的球队 大家还记得吗 在勇士外卡战输球后 Carrie和Dramon Green便是希望球队 这个赛季多招募老将加盟 而刚才提到的这两位都是属于老将级别的球员 而且都有打过总冠军赛的经验 这是一个加分项 当然了勇士内线补强选择肯定就会有六码队的Mouse Turner 或是Sabonis牵扯进来 我自己的看法勇士没有足够的筹码交易过来 即使透过三方交易 还是怎么样真的能交易过来 勇士的薪资应该也受不了吧 而且球迷别忘了Sabonis还是全明星球员 要价肯定不会低 勇士目前从前提方面来说 Wizeman应该是最值钱的筹码 而刚才也有提到勇士有Lea Meloyavis加入教练组 所以除非勇士打算用7号或14号签选进一名内线 不然的话Wizeman应该是不会动到 交易更不用谈了 而且老问题 勇士的心智空间的确处于爆炸状态 那么大家觉得勇士下个赛季是否能重回夺冠行列 Gasso和LeaV究竟会加盟哪队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球 至于勇士的未来会怎么样 两个乐透签怎么选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